各位朋友 多就不說 我們學問思潮這班年青人 我就問一句 問問吳克傑 他們有很多過國民教的歌 好啊 為什麼他們都這麼愛國 為什麼這麼會批判思考 這班年青人 六四晚會出來 七一上街出來 捍衛民主自由 這些不是愛國愛港的表現 現在我問一下吳克傑 究竟這班學生 還需不需要那些所謂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他只不過 一門科目用考試 來威脅和騎劫一班學生 學生面對考試的壓力 無論怎樣都好 他都被迫著 要寫一些答案 迎合這個科目的 我舉個例子 我昨天呢 港台有個通識網 有個論壇 政治論壇 每個學校 就代表一個政黨 來辯論 最辛苦的呢 就是代表民建聯那班學生 昨天呢 就說到平反六四 民建聯那個議員呢 就說 如果 天安門廣場 有坦克車 弄死了學生的話呢 就其實不太對 他說如果 我見到那班學生在那裡 roll play 是很辛苦的 到最後他們都頂不住 就是都不要roll play 到最後那三分鐘都講回自己的立場 要堅持平反六四 為李旺陽慎冤 這些很明顯的 各位 現在我們香港 壓十後九十後 他們已經很懂獨立思考 批判性思考 我們不想有這個國民教育科 來用考試 威脅學生 威脅下一代 所以 我奉勸不只是學生 各位香港市民 家長父母 甚至乎是計劃生小孩的年輕父母 麻煩你們一定要站出來 支持學民思潮這班學生 堅決這樣 反對國民教育 媽媽教我人而禮止 中共教我埋沒良知 不要洗腦 我要思考 反對國民教育 媽媽教我人而禮止 中共教我埋沒良知 中共教我埋沒良知 平反六四 結束一黨專制 建設民主中國 吳克傑 站出來 我們現在有請督黨的朋友